大家好,我是小安,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又开始胡吃海喝了,这个时候就怕长肉肉,但是你不需要害怕,也不要担心。 小安给大家分享一道汤,可以边吃边喝,不运动也能够瘦,让你不长肉,杜绝长肉的烦恼。 喝两次喝三次,大肚懒不见了,大裤子换小号裤子,效果很给力,比吃任何的减肥药都要好,真的是脂肪的克星。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赶快跟着视频了解一下详细的制作方法,让你过春节的时候穿得美美搭,特别的漂亮。 香菇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也是我国特产之一,在民间素有山珍之称。 它是一种生长在木材上的真菌。 味道鲜美,香气沁仁,营养丰富,素有植物皇后美誉。 香菇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多糖、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的菌类食物,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香菇多糖可提高小鼠腹腔聚视细胞的吞噬功能,还可促进T淋巴细胞的产生,并提高T淋巴细胞的杀伤活性,延缓衰老。 香菇的水提取物对过氧化氢有清除作用,对体内的过氧化氢有一定的消除作用。 妨碍抗癌。 香菇菌钙部分含有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 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香菇中含有飘链、胆碱、烙氨酸、氧化酶以及某些核酸物质,能起到降血压、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又可预防动脉硬化、肝硬化等疾病。 香菇还对糖尿病、肺结核、传染性肝炎、神经炎等起治疗作用,又可用于消化不良、便秘等。 降血脂、抗血栓研究发现,香菇腺漂领及香菇多糖均可促进胆固醇代谢而降低其在血清中的含量,对关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具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功效。 香菇中所含香菇泰生,可预防血管硬化,可降低人的血压,从香菇中还分离出降血清胆固醇的成分。 豆腐是最常见的豆制品,其营养极高,含铁、铁、钾、钾、磷、液酸、维生素B1、蛋黄素和维生素B6等,它的高氨基酸和蛋白质含量使之成为谷物的补充食品。 豆腐味干性凉,无毒,是补益清热的养生食物,适量食用,可以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筋止渴,清洁肠胃,适合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肠胃不轻,热病后调养者食用。 豆腐在造血功能中可以增加血液中铁的含量,它所含有的植物雌基素类黄酮可以淡斑养盐,改善更年期综合征,所以吃豆腐对于女性朋友有补血养盐的效果。 豆腐中的营养物质全面,吸收率高达95%,豆腐中含有果中钙王酸角,对于牙齿,骨骼的生长发育有益, 大豆类黄酮也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豆腐中含有大豆卵磷汁以及丰富的优质蛋白,有益于神经、血管以及大脑的生长发育。 裙带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多种维生素,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预防和改善高血脂症。 裙带菜中的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体积,预防便秘,改善肠道功能。 裙带菜富含抗氧化物质,如多分类化合物和维生素C,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延缓衰老过程。 裙带菜中的多糖类物质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可以缓解咳嗽,喉咙痛等呼吸道疾病症状。 裙带菜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和多种维生素,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抵抗力,预防感染和疾病。 裙带菜中富含的β、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预防眼睛疾病,如叶芒症和眼干燥。 裙带菜中富含的胶质物质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有助于骨骼健康和预防骨质疏松症。 鸡蛋是母鸡所产的卵,其外有一层硬壳,内则有气势,卵白及卵黄部分,富含胆固醇,营养丰富,是优质蛋白质,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还能提供一定的脂肪,维生素A和矿物质,具有保护肝脏,健脑抑制,保护视力等功效。 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肌体的代谢功能。 鸡蛋黄中含有肝油三脂、胆固醇和卵黄素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作用。 卵磷脂被人体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能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 鸡蛋中含有较丰富的铁,铁元素在人体起造血和在血中运输氧,营养物质的作用。 达到补血的效果,鸡蛋富含叶黄素、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 吃鸡蛋对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有益处。 简直瘦身粥做好了,味道鲜美特别的好喝,当做晚餐吃就可以,效果很给力的。 喝上几天你会发现有大大的惊喜,不长肉,而且能够减肥瘦身,真的是很不错。 我喝了一段时间,真的是细了好几斤的。 脸蛋也很漂亮,身材更棒了,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试做一下吧。 家人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真心地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我是小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